遇到不熟的成員 會用眼神暗示 我隔壁的比較想要 你要不要這樣子 這樣 太失禮了 沒有啊 搞不好我們不會這樣想 我們可能會覺得是 你是他朋友 然後他很想要 所以 你就說 丟給他丟給他 的那種感覺 你們不是那種 不要給他 你是那種 這樣 就很好啊 你說 你說整個氣氛就好了 你們真的是 有那麼難 有那麼 有那麼難嗎 你們不要那麼嚴肅嘛 那你看不到這裡 然後我就 如果我看到 我肯定丟給你 我跟你說 你知道 你就每個人 只有一條 如果你是坐在前面的話 就是 不會無視 可是 因為我們也沒有規定說 我們一定要丟給誰 就是我們會不知道 要丟給誰 因為有很多 有三排 然後我們的 也有那個 所以就是 我也真的不知道 對 我覺得就是緣分吧 雖然我不確定就是 接到我彩蛋的人 會不會走信 但是 我一定會看著他唱 但是呢 看著他不會全程 就是我會 看著他以外 我也會看其他 就是除了 接著我 接到我彩蛋的人 我也會看其他人 唱 平均分配吧 但有時候我看到啊 我也會看到就是 那 接到我彩蛋的人 當然不是 看著我啊 就看著別人 那我是不是應該走信一下 沒有嘛 我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大表演的 大家就是 很希望大家 接到彩蛋 就是一個緣分嘛 就剛好 欸 很像就是 抽獎剛好抽到 但是也希望大家是 可以享受這個表演嘛 就我也會 就是看著周圍的粉絲 唱完這首歌 這樣子 對我們只有兩顆眼睛 謝謝你們的體諒 謝謝大家 但 沒辦法 這機率的問題 希望大家 不會被 彩帶 壞了心情 嗯